美国国务院昨天发布各国人权报告 痛批中国每天都在侵犯人权 报告中直指中国散布威权体制最糟糕的一面 包括监控限制人生和言论自由 以及种族宗教的打压 美国国务院痛斥中国当局这些行为 让人民毫无人权可言 除了贸易战对手中国被点名 刚遭逢化武攻击的叙利亚 当局的做法也遭美国批评 整个世界都在意识到 几乎人权的犯罪犯 包括奖务击撼击 几乎医院的犯罪 广播的犯罪和犯罪 而其他像叙利亚盟友 俄罗斯 朝鲜 伊朗 缅甸等八个国家都榜上有名 美国国务锐一一细数 这些国家严重侵犯人权的恶行 并痛批这些国家应当受到谴责 美国代理国务卿苏利文强调 促进人权和尊严是这件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 这能促使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 更有助于加强美国国家安全 新闻时事报段有如整理报道